今天我們要來玩任何遊戲 今天我們要感謝大家 感謝我頻道的各位粉絲們 謝謝大家讓我突破一萬訂閱 我知道可能有點久 因為我現在在拍這次影片的這個時候 我現在已經一萬三已經快 我現在拍影片的這個時候 我已經一萬三千訂閱了 確實已經拖得有點久了 但沒辦法因為 課業上的問題 還有一些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不得不把那個一萬訂閱的Q&A 丟到這個時候才來拍 好那沒錯 今天你剛剛也聽到今天呢 就是除了要感謝大家讓我突破一萬訂閱以外 也要來回答大家在這個Disco裡面 問我的一萬訂閱的問題 對如果你還沒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的話 別忘記在這個時候加入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的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也別忘記幫我的頻道點下一個訂閱 這樣才不會錯過以後頻道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 這樣就可以與我還有我的觀眾們一起聊天 連結的話我放在下方說明欄 點擊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一萬Q&A影片吧 好首先這個是我的Disco的地方 我在Disco的3月30號的時候 我有創建一個頻道 是一個一萬訂閱提問區的頻道 然後也收到了非常多來自不同人的各種問題 然後還想要先感謝我Disco裡面的一個管理員 是叫做Tommy這個人 他目前在我的Disco伺服器是最高管理員 真的很感謝他 他幫我非常多東東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對沒錯在這裡感謝他 非常感謝好不好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歐貓問 可以跟我說愛我嗎 愛你歐貓 愛你歐貓 再來第二個 這個 再來第二個這個 好吧這個名字我不太會念 會遊玩Robots以外的遊戲嗎 會哦 我自己有個副頻道 我會在裡面發布一些跟Robots無關的內容 但現在也沒有就是了 再來第三個 隨手你應問Tim是男生嗎 嗯好問題其實我是女生啦 其實我是女生好不好 這是個好問題沒錯 聽一萬訂閱時 接著的是你某文 聽一萬訂閱時有什麼想做的嗎 呃 就 券A 沒錯 我一萬訂閱想做券A 好好好我現在做了沒錯 然後溫柔問 溫柔摸頭問啊 感覺自己怎麼樣 什麼意思呢 感覺自己怎麼樣 我感覺我自己好帥哦 天哪我帥死了天哪 那接下來比利問你喜歡我嗎 當然當然你可是比利哥呢 我怎麼會不喜歡你呢 然後 有非常多 首先第一個最感謝的蛋是我的西娜啦 西娜她陪我非常久 超級超級超級久的時間 然後她現在我等同不能沒有她 沒有她就沒有現在的我好不好 還有感謝 感謝瘋子啊 感謝查理啊 感謝Tommy啊 感謝鉛筆 我有一大堆需要感謝的人 拜託 需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 他們都是我 那個這一路走來 我目前最要好的朋友 沒有他們 就不會有現在的我好不好 然後這個 呃 點底線點 問什麼時候要露臉 我會 欸 這是秘密好不好 這是秘密 欸 小聲一點 不給一半說 接著呢 Center問 Tim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夢想嗎 其實我從小的夢想就是突破1萬訂閱 至於現在我的夢想突破 那當然就是要有一個新的夢想啊 我的新的夢想當然就是5萬啊 5萬是目前我的新夢想好不好 就是來看什麼時候可以來突破5萬訂閱好不好 然後下一個呢 是什麼時候接觸YT主播 大概是2017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其實我就有在玩YT影片這一塊 其實那個時候的頻道呢就是做的非常的不好 啊我在做開創這個A4team這個頻道以前 我就把那個舊頻道直接刪掉了 因為他其實也沒什麼人氣啊裡面也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刪了 然後就有現在這個A4team這個頻道 然後從這一開始的兩年前的影片 發佈到現在就這樣 那下一個 家人知道嗎 家人當然知道 他們每一個時候知道 而且小部分啊 就是他們有時候是支持我做的事情的 但某時候我還是要那個那個 專注在我的課程上面啊 對 那下一個呢 一個月在YT賺多少 這個呢 不...我不方便透露 對 然後辛悅 辛悅問有決定要露臉嗎 嗯...剛剛問的一樣的問題 欸是秘密啊 是秘密 然後接著小劍卻問 聽幾歲 目前本人18歲哦 目前本人18歲 剛成年沒有多久 欸我現在還是個 我現在還是個小鮮肉好不好 你可以叫我小鮮肉 然後Supermaster超級大師問說 有決定要拍其他類別的影片嗎 前面已經有回答過一次了就是 如果我會可能會在我的副頻道 的發布一些不關ROBOTS的內容 或者是我也有可能在主頻道裡面發布ROBOTS的內容 但是是不同於海質王類型的遊戲這樣子 也有可能 然後 然後 毛咪 這應該是念毛咪吧 他問說有打算拍ASTD嗎 如果你們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ASTD是 ASTD是 STD是 ALL STAR TOWER DEFENSE 應該是吧 應該我可以進去看 是 不一定會拍 因為我的頻道類型 本來就不是塔房類型的遊戲 如果這樣要拍的話 可能就是那種一日體驗那種 然後就只有一支影片而已 不太可能會把它變成一個系列 因為 我的頻道主軸本來就是海賊王的 然後我對塔房類型的興趣也不太高這樣 然後下一個 AERO 我有打算回 除了我抖內外的訊息嗎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AERO是一個照片 到已經花超多錢的人 他已經加入了最高級的會員 還抖內了一大堆 誇張啊 謝謝AERO 謝謝AERO 然後當然我會的 然後皮蛋又再一次問了 Tim未來有什麼計畫 我未來呢 當然是想要先考一所好大學 然後 然後繼續製作這種超棒 超 超香的影片給你們看好不好 目標啦五萬訂閱 那就是目前我現在的目標了 然後以Apple問 會穿一個新帳號 Speed Run Blast Food 這個意思就是 我會不會穿一個新帳號 然後去超快速的 那個破關這個blast food 的確有可能 他是以後我一個在想的題材 就是 用一個新帳號 然後看我可以在多快裡面 達到滿等 我可能再考慮用直播的方式 來升等這樣子 可能啦 就是just一個maybe 然後查理問呢 有打算以後不拖片嗎 嗯 我盡量不拖好不好 其實我目前有給自己一個定 有給自己一個規矩就是 我每兩天每三天就是一定要發一次片 不能再拖了 就是兩天是最好的 當然如果第二天真的發不出來 那就第三天百分之百一定會發好不好 然後雷夢問 後期的部分會嘗試用完新款手遊PC端嗎 呃 不一定要看情況 也跟前面的問題類似 就是我可能會發在我的副頻道這樣子 確實可以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謝倫問呢 有打算玩恐怖遊戲嗎 有 我會考慮把它拍在我的主頻道裡面 就是變成一個系列 因為我的頻道想把它走成一點 那個大眾化的內容 不要再只局限於海賊王 當然海賊王還是一個主軸 但我希望可以有時候出一點像這樣 有點那個 怎麼說呢 小眾主題的地方 就是讓大家都比較能看到這樣子 然後呢 Superstar問 會回去玩一些其他遊戲嗎 什麼意思呢 你的其他遊戲回去玩是什麼意思 我以前有我玩的遊戲 然後現在沒玩 然後你要我回去的嗎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因為我真的不太確定 然後瘋子問說 Tim覺得自己10萬訂閱會是什麼時候 啊 大概還要很久了 目前還沒有那個 還沒有那個底子好不好 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那個 我還沒有那個底氣感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到達10萬訂閱 我不敢好不好 然後 而問呢 你最喜歡的動漫是什麼 動漫是嗎 我不知道你們各位 不知道有一本 欸我不知道那個算不算動漫欸 那算小說還是算動漫啊 呃 因為海賊王 說實在的我的頻道主流在海賊王 我自己也在玩海賊王 但其實 我並沒有真正的看過海賊王這個動漫 我玩真的幾乎沒有 如果要說動漫 我不確定他算小說還是動漫欸 就是刀劍神域 我不知道算動漫還是小說欸 反正我最愛看就是刀劍神域啊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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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可以拿完所有V4 就是V4的那個種族 就不確定欸 很難欸 我沒有那種時間去 好啦說不定可以啦 但也是以後是 我可能會被 我可能會為每一個種族的V4都做一支新的影片來介紹 這樣子 的確有可能 然後神之虎問說 當YT最大的收穫及快樂之處 當YT最大的收穫呢 就是我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對 你們的支持 對我來說就是我最大的收穫 沒有你們的支持 就沒有現在的我 就不會有現在破1萬訂閱的team 好不好 快樂之處呢就是剛才講的那樣 呃我喜歡這種被 我喜歡這種 背後有很多人在幫助我 在支持著我的感覺 真的感覺非常棒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我做出來的影片 讓我覺得說 喔這是為你們做的 然後我覺得自己的成品很棒 然後你們看到以後 也覺得這影片非常不錯 那我就會非常的開心 就是 喔我做出來的 我做出來的成品被你們接受 然後你們大家也很喜歡 這樣我就很開心 超快樂的好不好 然後Z卡問呢 Tim之後會拍什麼 Please千萬不要 Pessimulator X 好那我以後就來常常拍我們的 Pessimulator X 也就是我們的種物模擬器啦 哈哈 然後歐媽問說收入公開 不一定會公開好不好 呃目前還沒有打算公開我的收入 就是 一個小隱私啦 不打算公開這個 然後小劍卻問說啊 覺得Basfit有哪個武器最難獲取 目前啊當然是玉田雙刀流啦 玉田雙刀流 玉田雙刀流是我目前覺得最難獲取的 雖然我只花了一天 就是他剛更新的那天的那個半夜 好像半夜我就已經有拿到那個玉田雙刀流 可是過程真的很辛苦 因為那天我真的是 強硬在乾我幾乎是沒有在睡覺 就是乾到大概兩三點我才結束 然後歐貓又問說想對觀眾粉絲說什麼話 謝謝各位觀眾 能讓我突破一萬訂閱 沒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然後就是也謝謝你們大家這麼愛看我的影片 那我現在流量這麼高 我一定會繼續做更多更好的影片 來給你們大家看的 然後來到我們的遊戲新鮮室的 呆狗他問說為什麼主播這麼帥 哎呀這是當然的嗎 怎麼可以不帥呢 不帥怎麼做YouTuber呢 哈哈哈哈 然後896 對你來說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呃 呃 優點喔說都說不完 但就是他破壞了PVP的平衡啊 我確定他其實有真正的破壞PVP的平衡就是 原本不應該贏的 卻因為PVP他可以開始無腦span就 然後就贏了 對沒錯 然後阿德文還會拍King Legacy嗎 還會喔 是因為King Legacy的那個素材真的是好難好難說啊 而且他那個什麼boss啊 什麼東西的生存時間啊 還有那個刷東西的機率啊 真的是低的不行啊 真的是想刷都很難 我沒有很沒有現在的情況 並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去刷那些東西 但我會盡力好不好 我以後還是會繼續出關於King Legacy的影片的 你最然後YYDS好無聊問說你最想拍啥遊戲 Boss 2的除外 其實我最想拍的遊戲有兩個 目前的話就是King Legacy還有One Piece Game 兩個遊戲 然後黑白公爵問可以公開收錄嗎 呃 這是第三個人問的 哈哈 真的抱歉就是 目前還沒有打算公佈收錄好不好 如果再達到我的下一個里程碑的話 我會考慮公開 但不是現在 然後這裡的 英英英 英英會拍出的 Robots的遊戲嗎 會 沒錯剛剛已經回答過了 就是在我副頻道的地方 你們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這裡呢 耳耳問說 Tim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Robots 其實我非常非常早時間 大概2017年 就是我第一次 在玩我的那個YT頻道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開始在玩Robots了 只是那個時候的那支帳號不見了 現在我最新的帳號好像是2019還是2021創的 然後那支就是我用到現在的A4Tim帳號 就一直是那支Robots帳號 我玩Robots已經非常久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也是從Robots一開始 到現在的歷史基本上都有接觸到 中間的大小事我都聽過 然後 然後A有問說有考慮有考慮拍Steam遊戲嗎 副頻道再一次聲明 副頻道主頻道呢 主手永遠就是在Robots 不會有其他遊戲的好不好 然後星月問說 Tim是怎麼認識希娜的 我前面講過希娜是一個我認識超級超級久的人 然後基本上我現在就是離不開他 沒有他就沒有我好不好 沒有希娜就沒有Tim 然後我怎麼認識希娜的 我們是在網上認識的 其實就是單純在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是在網路上 剛進入網路 就是也是很新啊 就是到處很邊緣啊 也不知道要找誰聊天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有幸 非常的幸運可以遇到希娜 他就這樣來跟我聊天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起來 然後就成為朋友 至少已經好幾四五年了這樣 然後下一個呢是Santa問的 Tim跟希娜有沒有吵過架 沒有 真的完完全全目前到現在都沒有過 沒錯 然後帶圖啊爸爸愛你問說 能拍關於別的遊戲的影片嗎 能當然能 如果是E-Robots的其他遊戲影片的話 我會在我的 可能會在我的署頻道上傳 但如果是非Robots的遊戲的話 我會在我的副頻道上傳 你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NKK問啊 8459會嘗試獵蠻賞嗎 呃真的很難 基本上不太可能啊 就是我的獵賞技術真的是很差 尤其是我在電腦遊戲的方面 就是像什麼槍戰啊之類 要瞄準的東東 我真的是超級爛 完全沒有那個 完全沒有技術可言啊真的 然後這個日文名字的 我不會念好不好 他問說有沒有考慮休息幾天 其實啊目前還沒有 我還沒有考慮到要休息的地方 因為目前從一開始做下來 我還沒有感受到累這個東西 就是我還沒有想說 喔今天好累喔 我不想剪片喔 我也會不想剪喔 為什麼拍片這麼麻煩喔 呃我到現在還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目前休息幾天 這個想法我也是都還沒有過 嗯 然後歐瑪問說 有時間暫停記的話會拿來做什麼 嗯 真是個好問題 啊這不容多說我們可以私底下講啊 哈哈 然後神之虎問說 如果有人送你10萬你要幹嘛 如果是我的話我第一個我會先去 我會先拿去儲值一大堆的決勝時刻M 因為你不知道的話我是一個 決勝時刻M的那個 那個死迷玩家好不好 我超級愛玩決勝時刻M 然後就是如果我有10萬塊的話 我可能會先拿 拿個5萬來全部儲決勝時刻吧 然後這裡 wait a million who is pawn 他問說Tim以前幹過同學是gay嗎 欸還真的有 我還真的有看過在那個 國小國中的時候都有過看過那個通學是gay 啊我這也不想再多說啊 因為 呃 對我不想多說好不好 不想回憶起那個可怕惡夢 然後 mr5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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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說有女友嗎 嗯 真是個好問題 我有沒有呢 給你們大家猜猜看啊 呃 你其實你們進到我的disco伺服器的話 你們就知道我沒有女朋友了 很明顯 超級明顯好不好 那我這裡就不再多說了啊 然後手手雷問說Tim會不會繼續拍法寶 會哦 因為我目前法寶是我目前除了blocksfuture以外 第二竿的遊戲 也除了寵物模擬器以外 那個法寶目前是我第二竿的遊戲 所以 沒錯法寶的影片也後一定會繼續出 只是什麼時候出的問題而已 然後代圖啊 爸爸愛你又問說Tim有打算和其他拍片嗎 其實我目前已經有幾個人選了就是 這也不能說人選啊 就是目前已經有幾個人就是願意跟我合作一起拍片了 啊我目前也有在跟他們討論中 當然有希望的話就是我可以盡快試出這些影片啊 然後Yan問說Tim會玩YBA嗎 你們不知道的話 YBA是一個99的替身遊戲 啊其實我先前玩過了 可能有點乾啊 但我不會不會拍影片 但我可能會玩 Maybe 可是只是一個可能而已 然後青青12.0問說Tim要拍The Minicum嗎 呃它是一個恐怖遊戲 但我有可能會拍 但也只是一個可能好不好 玩可以 但拍的話就要再考慮一下了 好啦那麼以上就是我們 全部這一次的1萬訂閱提問區的所有內容啊 我會跳過幾個問題是因為有一些問的問題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或者是我先前已經在其他地方回答過 那我就這裡不再做回答一次了 那當然這次1萬訂閱的提問特別少 也是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那個DC伺服器啊 還沒有這麼多活躍 所以等到下次還有機會的時候 我會邀請大家 在Youtube或者是各種地方來問我問題 我會從到這個 我會從各個地方收集問題 然後一致再一個影片回答 當然下次有機會的話 希望我可以盡快達到我的下一個里程碑 好那一樣在最後的影片呢 我其實在這裡再感謝各位觀眾一次 可以讓我達到1萬訂閱 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我也會繼續製作更好更讚的影片 給你們大家看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